我很不会say no吧 所以大家来请我帮忙 我都会倾向say yes 但是呢 如果我的能力没有到那边的话 或者是我的时间管理 没有到那边的话 我是真的有可能说yes 之后又把这件事情搞砸的 其实我觉得诚实是最好的方法 第一个先跟他讲说 我真的很想帮你 第二个呢 是我觉得我可能 真的没有办法帮上忙 是因为什么什么 反而会造成你更多麻烦 再来就是提供一些替代的选项 就是可以再跟他offer说 那下次如果有其他事情的话 你来找我 然后我手上事情OK的话 我绝对会帮忙 职业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 从新鲜到退休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Pola 在新一季的内容策展呢 我们推出了职场好好学的系列 在上一集我们听了破冰学之后呢 在这一集我们来学 怎么样学say no 今天这一集来宾 我们邀请的是 美国非以逆组织Give to Asia 亚太经理张静仁 Gil来担任今天的来宾 哈喽Gil 我们又见面了 哈喽 哈喽Pola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Gil 我们让听众可以多认识Gil一下好不好 我大学是念俄文跟社会 然后研究所念运动管理 然后运动管理毕业之后 我就进入运动产业 我做过运动行销在美国 然后运动经济在台湾 之后就到了美国州政府 去做国际采购 国际贸易 然后再到非盈利组织 那我现在是在美国的非盈利组织 Give to Asia上班 那个Gil做运动行销的时候啊 他曾经帮五位台湾的球员 签到了美国大联盟的签约 那他现在在Give to Asia的这个专案管理 也是一个跨国型的 哇这个人址蛮大的 从日本啊到阿富汗啊到蒙古啊到澳洲啊 有超过23国的这个专案管理的经验 他也曾经在两年之内 就让这个公益案件的募款能够翻倍 所以在这个主管眼中的他 几乎是一个不打草稿的人 在美国的同事的眼中 他是台湾来的怪物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这个看起来 有点冲突 但是又很厉害的这个Gil 来跟大家讲一下怎么样学say no 那为什么今天会设定这个题目 就是职场上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 同事啊主管啊部署啊 对你提出的需求举手 当我们拒绝他的时候 其实有点觉得自己残忍 因为对方都已经跟你call for help 你还拒绝 可是我们答应了对方的时候 有时候是对自己残忍 你会把自己可能正在做更重要的事情 给搞砸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可以say no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不可以say no 这个say no跟不say no的代价 各会是什么呢 其实那个情况可能都有一些 做一些更小的区分 应该是没有那种状况 是太多标准答案 那以我自己来讲的话 我会先看那个no是从谁来 如果是从主管来的话 我就会尽量说yes 所以要听众 听清楚哦 如果是主管对你提出的需求的时候 尽可能说say yes 对尽可能 那重点是尽可能这三个字 因为我手上如果很多事情的话 然后他又知道我一定会 大部分时间会say yes 很多状况就是会 台语叫做 能头请不 会让人家于居于求 然后就变成说 反正有人摆烂 可是具有一定会接 那我就什么都可以具有这样子 这样子也不是我们想要见到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向上管理的能力就很重要 就是老板在请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很明确的跟他讲到说 哦好啊 我手上目前有十件事情 我的priority大概是怎么样 我优先顺序大概是怎么样 那老板你这个有多急 我需要替换掉哪些事情 或者是我如果一到十的话 我需要把它排到第一位吗 还是排在第五位 第七位就可以了 我觉得可以用这个老板在做出请求的时候 直接去跟他讨论 你的工作的优先顺序 是不是需要调整 我觉得这个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让他知道说 他这个工作加进来 是会有排挤效应的 你不是整天就是闲着在等他 交办临时的事项给你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你可以很明确的知道 他这件事情的工作量 跟工作的紧急程度 然后讨论出来的优先顺序 基本上是你们两个都同意的 所以今天如果因为做了他这件事情 让你另外一件事情 必须要晚一点完成 他也不会说太多的话 因为是你们两个一起讨论出来 而且他同意的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某种程度之下 并不是说说yes就yes 而是说yes 然后呢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个yes的程度是怎么样 对这是以老板来说 以主管来说 那如果这个请求呢 是来自于你的平行单位 或者是别的部门 我觉得可以 就是可以看 看各种状况啦 当然我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会say yes 比如说像我 我就是个性上 就很不能说no的人 我就会say yes 然后第二个 或者是你就觉得说 平常大家互相帮忙 多一个朋友就少一个敌人 所以有办法帮忙 就尽量帮 不然以后他冲康你 你也是觉得没有什么好处嘛 大家维持一些合作的关系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人情啊 什么的关系这样子 然后或者是两个部门之间 因为一些历史因素什么的 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拒绝 我觉得情境有很多 但是因为是平行单位的关系 他那个处理的时候 或沟通的时候 可能就不像主管那么的清楚 因为你跟主管的话 你可以很清楚的跟他讲说 我这件事情如果你的家进来 我其他都要往后退 反正我的team就是你的team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你的工作 其实比较好沟通 可是如果是不同部门的话 很多时候呢 其实你要看一下 你主管知不知道这个状况 还有对方的主管知不知道 那如果说是两个部门之间的事情的话 我是倾向由部门主管直接沟通 而不是下面的人直接对 这是两个部门的状况 可是如果是今天隔壁部门的人 透过私人的关系来勤透 就说不要告诉我主管 可是这件事情 你可不可以真的拜托帮我一下 我真的弄不出来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归到我们 我今天真的有没有办法帮到这个忙 有的时候你的意愿跟你的能力是两件事情 比如说我很不会say no吧 所以大家都大家来请我帮忙 我都会倾向say yes 但是呢如果我的能力没有到那边的话 或者是我的时间管理没有到那边的话 我是真的有可能说yes之后 又把这件事情搞砸的 那这个当然就是最惨的结果 所以我会自己再去评估说 你给我一些时间 我想想看 我去看一下我手边的工作有哪些 我再回复你好不好 那如果评估之后可以的话 就直接说yes 那如果不能的话 其实我觉得诚实是最好的方法 就是第一个先跟他讲说 这个你也知道我真的很想帮你 然后第二个呢是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帮上忙 是因为什么什么 不管是因为我手上的事情很多 或者是这块东西我真的不熟 然后或者是那个比如说那个excel表单 我真的很怕搞错什么之类的 反而会造成你更多麻烦 就是让很诚实的让对方知道说 你为什么不能帮忙 再来就是提供一些替代的选项 比如说谁是谁他excel蛮强的 不然我们去问问看他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提供完不同的选项之后呢 就是可以再跟他offer说 那下次如果不是excel的事情的话 就是这个excel我真的不太信 可是如果有其他事情的话 你来找我 然后我手上事情OK的话 我绝对会帮忙 这样子 哇就其实已经展现了那个实际的案例 可以怎么样温柔柔软的拒绝 又不让对方觉得太难过 所以像他刚刚提到的这个例子 有好多个关键字 我就一一的在follow up往下问 比如说别的部门之间的同事 私下来找你的时候 他说不要告诉我的主管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能力范围是可以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就不适合跟他的主管 或是他的同事 让他知道说这个忙其实是我帮的 还是说我可以暗示隐隐约约的 让其他人知道我有参与这件事情 我觉得看那个事情大或小吧 如果说是一点小忙的话 其实真的就不用太那个 就不用太张扬了 真的不用太张扬了 我自己的个性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大家的处理方式是怎么样 那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 你摄入的程度很深 可以去跟那个来请托的同事讲说 这个真的是我摄入程度这么深的话 到时候他们如果问问题问你的话 你问不出来这样子也不太好 不然我们就是 就大概跟主管讲一下说 这件事情我有support OKOK 我觉得刚Gio这个处理方式很好 就是如果我摄入程度很深 那到时候大家问问题 你答不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由我来回答 其实这样讲的时候 大概周围的人也都知道说 这件事情原来是Gio有帮忙 对不对 你不用多说其他的 他们都会知道说 原来Gio是有参与这件事情的 对不对 那再不然的话就是跟对方讲说 那跟我的主管打一个招呼 这是一种情境 就是私下请托的时候 我到底要不要说 这件事情是我也参与在其中 那第二个是部门跟部门之间 如果说来互相的请求 彼此可能要稍微支援 Gio刚好提到说 还是我们各自向上反应 请部门的主管来说这件事情 第一时间跟对方沟通的时候 怎么样避免 不让对方觉得我是推示王 我是他来找我 我都跟他说去找我的主管 去找我的主管这样子 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件事情 变得是相对比较合理 又避免别人觉得 好像我是不沾国 因为我碰到的大部分的主管 他们都会想要掌握自己下属 在做哪些事情 这是人之常情 对因为他自己人力 他自己需要 他要调配 对对有一些掌控 所以我就会跟他说 我的主管上次有特别说 他就希望不管我们做什么 他都知道 如果你觉得你不方便 由你的主管去跟他讲的话 那不然我来 由我来跟我主管说 隔壁部门请我这样子support 就是跟他打一声招呼 是是 就是很多事情 特别是公事上的事情 不需要私下在那边 瞧来瞧去的 有什么需要的资源 不同部门呢 其实就是 断到台面上来直接说 我觉得那也是蛮直接的 那还有一个 我觉得刚刚Gio也给一个 很好的一个做法 就是给我一段时间 我会思考一下 然后再来恢复你 这个其实也是化解了 在当下好像 以读不回的那种压力感 对不对 至少你让对方知道 我会在什么时候 明确的时间 能够告诉你 yes or no 对不对 这个时候对方 其实也会心里有数 半小时之后 或是三小时之后 Gio就要告诉我 他能不能帮我 他可以也先沙盘退演 如果这段时间 他得不到Gio的协助 他可以下一个 他会找谁去 请求这个协助 所以就是减少这种 不确定的 这个时间的因素在 除了buffer之外 可以再加上一点点 比如说 目前手上事情 真的很多的话 你可以跟他讲到说 我手上事情 现在比较多 可是你给我半个小时 我瞧一下 我瞧瞧看 然后在这个阶段的 你也可以给 对方一个期待值 比如说我会努力 但是我觉得 我有办法 在这个期效之内 完成的几率 可能是30% 你要不要同时 去找别人 是 那真正确定的答案 我会在半个小时之后 跟你讲 是 我觉得就是 给自己留一些空间 给彼此都留一些空间 让他有时间去找别人 然后也让自己 有办法去盘点一下 自己手上的资源 那Gio刚刚提到的 其实也是 哈佛商学院 他们曾经教过的 这个say no的一个架构 就是所谓的yes no yes 我目前也有很多的事情在忙 我没有办法帮你的这个原因 那第三个这个yes指的就是 我虽然没有办法帮你 但是谢谢你 在你碰到困难 需要帮助的时候 会想到了我 那在将来 如果我自己的情况 比较允许了 我的能力也达到了 我一定可以再帮上你 只是我们在跟对方说明 say no的这个过程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表达的方式 跟语气的强硬 像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语气你可能会听得很直觉 就是它是充满敌意 很抗拒的 或者是它的语气 稍微低一点 软一点 它其实是对我充满理解的 还有就是我们讲话的速度 有时候快跟慢 会让对方觉得 截然不同的感受 我太快讲了 就表示 他根本不想听我 他只想拒绝我 那我慢慢的讲 或者是我先听 然后我再说答案的时候 表示我有兴趣理解他 那还有一个情境就是 我们可能要界定 我对你的这个帮助 是不是 我可以提供三天的时间 或是三小时的时间 或是我可以协助你这个专案 可能只能到30% 这个是不是要明确 界定一个所谓的界限 避免对方就是 哦你现在帮我了 那你一定还可以再帮吧 哦你帮我这个 还一定也可以再帮 继续帮我吧 会减少让对方 呃所谓讲直白一些 就是得寸进尺的 这个状态 对不对 呃就有曾经过 曾经有类似的这个案例 好的跟坏的案例 我们再各取一个 好不好 我先讲我那个不好的案例 好了 这不是我自己 是我的助理 是 就是我在美国的助理 他是一个非常脑筋非常好 然后动作非常快的人 然后他的个性跟我差不多 也都是很难say no的人 而且他都会秒答应哦 就是不管是谁 然后来问他说 可不可以帮什么忙 或者是support什么事情 或者是一起做什么事情 他都会说好啊好啊 然后就是会很快的做好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哇 那对他来讲 应该是轻而易举 搞不好就是20分钟 就可以完成的 然后或者是 不会影响到他正常工作 因为表现出来 就是这个样子 第一个他很爽 总是很爽快的答应 第二个他出来的成效 也真的都是很好 所以大家就会开始 觉得他的工作能力很强 工作手费范围可以很大 这样子 拔爪章鱼 对然后后来就是有一次 我们发现说 他在工作上面出现一些漏洞 比如说错误没有抓到 或者是自己的文件里面 有一些错误 这些事情是没有发生过的 然后第二个迹象是 他开始生病 可能有时候三天 有时候更长一点 然后跟他谈了之后 才发现他就是有 英文叫做burnout 叫做燃烧殆尽 燃烧殆尽的状况 就是因为他把太多事情 都拦来自己做了 所以反而让他身心状况 变得很不好 所以我们为这件事情 我们就是所有的主管 有聚集在一起开一个会 然后最后的决定就是说 我们以后不要再让这件事情发生 就是第一个当下 我们就请他强制休假一个礼拜 然后事情就是我们来分着做 这样子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 是他所有的工作 我们都要把它放在一个 专案管理的软体上面 就是所有的人 都随时看得到他所有的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去判断说 这些优先顺序跟急迫性跟重要性 然后不要就是直接问他 他一定会说好吗 对 所以我们要自己先做判断 然后再去跟他提出请求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反面的例子 因为他就是这个人就已经 答应到自己状态 已经不太好了 然后我们是必须亡羊补牢 虽然说他现在就是很好 就是我们的那个专案管理软体 什么的都用得很好 这样子 他也没有再出现燃烧殆尽的状况 但是之前是确实是有一个 这样子很大的功课 让我们去学习的 比较好的例子 我觉得啦 以我自己来说 因为我直癌的前半段 确实真的不太会拒绝 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安慰自己 说反正这些都是学习的机会嘛 我那么猜 然后就是人家有需要帮忙的话 我当然就是需要帮忙啊 我当然就是提供帮忙 对 然后一方面也希望与人为善 一方面锻炼自己的能力 其实真的 如果在你的状况 好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后来是 也是渐渐发现说 如果你一直散发出这种 有事情就来找我的那种气场 或是这种讯息的话 大家就真的会有事情 就都来找你 所以我后来就是 其实也有自己在反省说 因为以我们有限的时间 跟资源 跟内向者特别重要的资源 是能量 以我们的有限能量状况之下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 一次顾及到那么多人 那么多事情 包括那么多人际关系 那我当初想要 不管是讨好所有人 或是跟所有人建立好关系 这个目标其实是不切实际的 所以我后来就把自己调整 成说我不管怎样 我是以自己计划中的 优先事项为优先 那如果别人要来帮忙的话 我要把自己的优先事项 确定我有资源跟时间 去完成之后 然后我再去帮忙人家 其实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对我来讲 也是需要练习的 需要非常刻意的去提醒自己 就是在脱口而出yes之前 要想想想不对不对不对 就是好 我先看一下这样子 对 刚刚这个Gio他提到就是 太容易脱口而出 就是yes man 凡事我都yes 那这有几个情境 就是他可能很急着 要讨好对方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 他可能太害怕冲突了 他怕对方难过 他怕对方难堪 所以他就在第一时间yes了 他也可能会很乐观的觉得说 对方都能够举手 每一个邀约的对我来讲都是机会 他会担心别人对他的看法 那在这边 我们其实是很想要鼓励听众朋友们 帮助这个人 并不是你刷存在感唯一的可能 其实你可以透过你自己在职场上的其他方式 来建立你的个人价值 那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跳脱工具人的这个状态 这当然中间是需要非常多的刻意的练习 还有所谓找到你自己个人真正的价值 那我们在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好难真的觉得一下就说 很抱歉我没办法帮你 真的是很残忍 可是有时候我们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我们可能可以用一个比较柔软的方式 让对方稍微吃一下软钉子 比如说我想一下 其实听众朋友们听我看不到Gio的表情 他是有点害羞的说的是我想一下 或者是说我评估一下 那或者是有时候对方会说 好 这个时候他的反应没那么快的时候 其实我们提出需求的人也别再那么残忍 这其实表示对方已经有一点勉强了 那总之呢我们想提醒就是 想给听众朋友们几个步骤跟建议 请大家可以稍微记下来 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难处 看一下如果我没有这些难处 如果我可以帮的话 我当然会帮 但是眼前我就是碰到这些难处 我自己可能还有比这个更重要 或更麻烦的事情还没解决 就是第一个表达自己目前的情境 那第二个是 我说了这个情境 我好像很冷血 No 其实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的替代方案 还有就是我可以表达是 如果下一次我已经没有这个难处了 下次你还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你可以来找我 我还是可以帮你的 那给替代方案的同时 我们也可以介绍他其他的资源 那在最后呢 我如果现在就任意的答应你 我可能不是帮你 我可能反而是害到了你 对不对 然后用这几个步骤 其实学会say no 也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 那今天的节目 我们非常谢谢 就来担任今天的来宾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拜拜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给我们五颗心 并且留下好评 假如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到质押诊所的网站来发问 特别想听什么主题 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 投稿给我们 也邀请您订阅追踪 掌握最新的内容 我们下次见咯